大家好,我是真英杰分析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月期指 今天出现个开高走高的盘势 中场现货大涨了112点 十月期指也大涨了161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十月期指今天的高低点还有走势图 这是今天整个十月期指的高低点还有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盘价 一开盘就出现了今天的最低 它叫8364点 那开盘价当然是8368 但是随即没多久就出现最低8364 这一开盘的时候出现 那最高的各位 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冲到了8478点 各位我们可以看到 它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47分钟的时间 从一开盘的冲上去47分钟时间冲了几点 冲了114点 也就是说今天的高低点的落差 有114点的一个空间 那么一路到收盘还是一样大涨161点 收在8437点 那么在今天的整个行情里面 我们有两大重点要来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这两大重点的第一个大重点 很重要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所以我请投资朋友你先看一下测标 什么样的测标 投资朋友这里要注意了 要注意什么事情 不要买到仿冒品 不要买到仿冒品 什么仿冒品啊 这个投资朋友待会听我讲了 你就会知道 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真的要注意 现在有很多仿冒品啊 哇真的是吓死了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 这个小故事发生的来龙去脉 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到底是不是买到仿冒品 那如果买到仿冒品的投资朋友 真的哦 要特别的小心哦 我这个不是在开玩笑了哦 仿冒品买到啊 就好比什么 那个酒啊 酒啊 酒你知道吗 人在喝酒你知道吗 那酒你如果买到假酒 有的人喝下去了呢 那有的喝下去没问题 那没问题 那有的喝下去了 那有的蜘蛛 各位在投资的这条路上啊 那更严重哦 买到假药了买到假酒了 那些东西都会导致怎样 你丧失掉宝贵的健康哦 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 我要请投资朋友注意啊 千万不要买到仿冒品 这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今天要借由这个 今天我们的操作呢 来为各位投资朋友 再介绍一个专有名词 什么专有名词 他叫报酬率最佳化 报酬率最佳化 什么叫报酬率最佳化 那冰柜神述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以上都是今天的重点 那么首先呢 我们一样 会来为各位分析呢 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旗子当冲 那下半段呢 一样为各位来讲解一下 这个周选择选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以后这个节目呢 应该就是没意外的话 上半段稍微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旗子当冲 下半段呢 为各位来分析 来介绍一下 这个周选择选的一个策略 还有运用 以后的节目大概就会这个样子 那首先上半段 我们先讲一下旗子的这个当冲 这个今天的旗子当冲 我要跟各位来分享 到底什么叫冰柜神述 什么叫又叫做报酬率最佳化 各位看到我们的操作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报酬率最佳化 严格讲起来坦白讲出 报酬率最佳化就是 用最短暂的时间 赢得最大的报酬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有在上班 很多人一个月的薪水 可能是五万块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有人一个月的薪水五万块 那另外一个人 他很厉害 他一天的薪水 就是五万块 那么我想问各位 这两个人 贾跟乙 贾一个月的薪水 一个月哦 是五万块 乙一个月 以更正 乙一天的薪水 贾一个月的薪水是五万 乙只要一天的时间 他就五万块的薪水 请问哪一个好 哪一个棒 那当然小学生都知道 当然是乙比较棒嘛 因为他一天 所有贪的钱 就定于贾一个月所赚的薪水 那这个地方就要告诉你什么意思 报酬率最佳化 就好像一样 用一天的时间就赚到五万 而不是像贾一样 一个月赚到五万 所以说这个报酬率最佳化 永远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 那到底要怎么做到呢 首先看到我们的操作 你就知道怎么做到了 今天我怎么做 来这边就发生了小故事哦 8点52分 你只要是亚洲投顾 正英杰的会员 仔细听了 为什么要加个亚洲投顾 这里很重要 因为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你只要是亚洲投顾 我曾英杰老师 本人的期货会员的话 各位 你今天所接收到这通讯息的时间 绝对是在8点52分 讯息的内容就是这样 其实目前在8380附近 直接市价做多 直接市价做多 那我们来对价对时 这8点52分哦 这个来到8点53分将近54分啊 这个是不是一定可以穿价成交 一定可以穿价成交嘛 对不对 那么今天这个小故事就发生在哪里 我们刚才已经对价对时过了 今天我们是在8380附近 直接市价做多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我们这一笔单的操作 亚洲期望的操作 我说过了 绝对要让投资朋友 觉得很简单 而且很干脆 亚洲期望的操作 干脆 简单 讯息非常的明确 我们再看一遍 其实目前在8380附近 直接市价做多嘛 是不是很简单 很清楚很明确 而且怎样 是不是一目了然 真清楚嘛 就是叫你直接干脆 直接市价做多 这就是亚洲期望的操作方式 干脆简单 讯息明确 清楚一目了然 8点52分 8380附近市价做多 时间在这里 我们再对价对时 来 一定怎样 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穿价成交 一笔单 我们都规定 至少要两口大台纸 我们再看一遍 这绝对可以穿价成交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小故事发生在什么 这个今天有一个投资朋友 那个气呼呼的打电话 到我们公司来 气呼呼的打电话 到我们公司来说什么事情 这个正义姐好像都在骗人 当时我们的业务助理听了一头雾水 说怎么回事啊 我这位投资朋友他说 他刚刚才收到讯息 在什么时候收到 来各位 他说他大概在9点10分啊 拉近就在这个地方 他才收到一个这样的讯息 什么讯息 这时候行情已经在8444这附近了 8444这附近了 他说这个曾一杰老师啊 今天都在骗人嘛 我刚刚收到讯息 他告诉我们在8380附近 直接试驾做多 可是我收到讯息的时间 已经9点10分了 哪来的8380啊 已经到8440了 他是不是火车过了 这样在吹 trump啊 火车过了 这样在吹 trump啊 因为他收到讯息的时间 仅它是在那9点10分 15分这里 他收到的时候 这个讯息已经浪到8440了 已经不再是8380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很好奇说 不可能啊 老师这个讯息发送的时间 真的就是在8点52分啊 后来我们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你的手机号码几号 我们来查询一下 以及你的大名 结果这个人一查 问题发现了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们亚洲投顾的 怎样 曾英杰的会员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料 在我们公司存在 那问题来了 奇怪他怎么会知道 曾英杰老师今天做多 这问题出来啊 出来了嘛 他怎么知道8380曾英杰做多 而且他收到讯息 也是8380做多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啊 他参加了地下投顾啊 各位 他参加了所谓的地下投顾啊 地下投顾什么意思 就是将我的简讯 来贱卖 来贱卖给那些喜欢贪小便宜的投资朋友 所以时间上会比较慢 可能一慢就慢个十分钟 那废话啦 那这慢十分钟当然做不到嘛 慢十分钟怎么可能买得到 8380怎么可能买得到 但是你只要是我亚洲投顾的会员 哪一个不是在这个时间收到 我全額负责 我全額负责 绝对就是在8点52分 8点53分 你会收到这个讯息 而且百分之百一定穿价成交 所以你只要是亚洲投顾 曾英杰老师的会员 绝对有这个保障 可是万一你因为贪小便宜 各位 去买了这个地下投顾的这个简讯啊 尤其是曾英杰的简讯啊 我在这边要做个严正声明 不是从亚洲投顾所发的讯息啊 也就不是曾英杰所发的讯息 不代表曾英杰所发的讯息 请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要贪小师大买到假讯息 所以说今天这个打电话来的投资朋友 我必须要在电视节目上很严正的声明 我们并没有任何欺骗的行为 我们今天的动作多单 就是在8点52分出手 那你因为贪小便宜 去买到这个地下投顾的这个二手简讯 那你们家的事情 那不是我发的 我们绝对在8点52分就做了这个动作 也绝对不是怎样 灰车过了 这么在噴鼻鼻啊 所以这笔单今天你看 买到真正的简讯 你看多值钱 来8点52分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 冲上去这一段 你完全掌握得到 接着我们来看哦 做多停力要在哪里出 要不要拆不用拆 一样 我们这个方法永远固定 在搭配先人指路的压力点 你就会知道 你的多单该在哪里停力 8点46分 预挂做空点位8次48 每天我们的做法都固定 做多停力 就是看压力 8380做多 来到8次48 压力点出掉 这两口单大涨132点 那当然你看了这个地下投顾的简讯 你当然就会看到怎样 灰车过了 这本BBI的讯息 所以我今天在测标上写什么 投资朋友注意不要买到仿冒品 不是真正真老师 从亚洲投顾所发的讯息 你不要去因为他便宜去买 这样你有可能做不到 而且很有可能买在高点 你今天再去追高 可能后面杀下来 你看今天后面有杀下来 你就被扒到了 所以说真的跟假的 就是差很多 你喝到假酒 你有可能没命 你喝到假酒 你有可能眼睛瞎掉 所以要买酒 真的就是要买真的酒 才对你的身体有保障 买抠讯 一定要买真正亚洲投顾的抠讯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 也才能够做到这一段价差 8380 冲上去的这一段价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价差 两口单 它就有132点的价差 各位有没有很清楚 做多停力看压力 那压力点干什么 压力点当然一样做空 那问题是做空有可能打到停损 那会不会打到停损 当然不能让它打到停损 对不对 亚洲旗王的功能就是 看住投资表荷包 只操作当中的会员 如果在今天的压力 848做空的话 我们建议怎样 短线在成本附近出厂 这个时间点是在9点25分 我们来看一下 9点25分会员收到抠讯之后 来到了9点26分 这笔单不但没有停损 还小赚 各位会补在哪里 8440 有没有看到 我们建议在成本附近出掉 对不对 9点25分 848做空的话 建议短线成本附近出 所以今天的起始 我们到9点25分 我们快刀进 快刀出 冰怪神速 那冰怪神速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8点多少 52分我们出手 接着经过了33分钟之后 我们就收工 可是这收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做了一笔多单 来到848出掉 涨了132点 这笔空单不但没有停损 来到8440 我们把它做个短线出涨之后 还小跌个16点 这个两笔单加起来快3万块 148点 2万9千6百块 2万9千6百块 涨跌共计148点 这个就是我所追求的 也是大多数投资者 所追求的报酬率最佳化 什么意思 我们只用了33分钟的时间 今天其实我们只用33分钟的时间 我们掌握到最精华的那段 快市吉拉的行情 各位 这段行情它叫快市吉拉 为什么 因为我们8052分出进场之后 最高来到9点32分 它冲到最高 当然它还没冲到最高的时候 我们在压力点就已经出掉 而且在压力点又做了一趟短空单 跌16点 这边涨132点 两段加起来它叫148点 我想问各位 今天如果这样的一个行情 你能够利用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掌握到了148点 将近150点 3万块的这个机会的话 我想问各位 后面还需要努力的做吗 一点都不需要 一天三万已经很好了了 一天三万已经很好了了 有的人在买买买买买买买 有可能一天就输三万去 各位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乱冲乱冲 有时候一天下来 不但没有赚到钱 甚至还赔掉这些价差 各位这很多投资民啊 这个会做跟不会做啊 有方法没方法真的会差很多 真的会差很多 那些爱赌的啊 我跟你讲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每天一定要从8点45分 一路做做做 做到这个1点45分 才愿意散罢甘休的 那种人啊 只会赢到什么 只会赢到刺激啊 绝对不会赢到价差 也绝对不会赚到钱啊 这个是我投入 我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 我15年来所看到的 失败的投资朋友的案例 要败的绝对都输金 乘搬爱搬的绝对都输金 那我们的做法怎么样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嘛 半个小时 把最精华的那一段行情掌握起来 你后面哪需要再冲来冲去 一点都不需要啊 所以我说为什么 我们要强调什么 报酬率最佳化 因为速战速决嘛 快刀进快刀出嘛 你明天还有行情 明天再来做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强调 这个强调就是 我们电视节目上 为了避免误导不特定投资朋友 一定要做一个赠送声明哦 我们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 仔细听 都只是在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 各位 有没有看到我写涨跌点数 这是涨跌点数哦 并非如问数操作绩效点数 法令规范 我们分析专业操作 绝非保证确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 不代表未来绩效 我想除了今天以外 我们除了运用33分钟的时间 打完收工之外 拥有这样的机会之外 我必须要告诉你是 我的操作 每一天我都不会做那么久 各位 我的目的是要让会员朋友 持音保态 所以你会发现 除了今天之外 过去的每一天 期指你会发现 我根本不会做到收盘 为什么 你来看哦 像昨天9月16号 这9月期指的结算日 昨天9月期指的结算日 按照我们先人指路的压力支撑 下去操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做了多久的时间 这个8点46分 你看到什么 最低啊 昨天是9月期指是8270 我们8点46分 请会员预挂8276 这买到了嘛 买到之后 这一段就上去了嘛 接着上去之后 在哪里放空 用8343去放空嘛 对不对 这个我告诉你的嘛 昨天的做法嘛 那昨天的做法 你发现什么 我们做到几点 12点半 就12点半了嘛 12点半我就告诉他们 开始操作10月期指嘛 那一直摆到结算嘛 不管他了嘛 但是12点半 其实就收工 不管他了嘛 那么共计涨跌多少 184点 这昨天的 我们再看一下前天的 前天的行情 一样9月期指 怎么做 一样透过支撑压力来做 来8333 刚好空到最高点 空到最高点之后杀下来 8240再做多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在12点半 各位 我们就请位员试驾出清 所以你会发现 跟着我来做 为什么你会特别轻松 第一个 你会发现 很早就做完了 很早就做完 为什么 贏好了嘛 贏好了就能收工了嘛 每天保持赢的感觉 那不是很棒吗 赢完之后好好去吃一顿饭 好好睡个午觉 每天是不是很快乐 对不对 每天是不是很快乐 不需要从早上8点45分 一路做做做 做到一点45分 各位没必要 为什么 你做完单之后 各位因为紧张过度 午餐你也吃不下去 生活品质也弄差了 我们这些做完之后 手上无单一身轻 很放心的去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然后呢 因为当冲 你可以很快乐的把钱放在口袋 怎么放在口袋 到了做完之后 这个时间点 12点半 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 告诉他 你今天所赢的钱 各位 你今天所赢的钱 你想要出金 每天都这样 到下午去刷一下本子 嘿真好 今天又进账了 我要的是你们过这样的生活 我要的是你们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说 亚洲希望真的很想帮助大家 我也很想救救你 可是投资朋友 你如果想要让我帮助你 你手也要穿出来 我已经伸出手来 要拉你一把了 你手也要穿出来 我刷 我是要要刷得对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说 如果你想要让我帮助你 佛度有缘人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我才知道你人在哪里 才能够每天带你快快乐乐的操作起始当中 对不对 所以说该怎么做 这个中场的资讯 你可以善加把握一下 那下半段回来 我们继续来分析 这个选择权的 周选择权的专业当中 专业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哇 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Q弹 因为我有 沙拉沙拉水墨力 日本专丽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谈恋爱 真的好弹 沙拉沙拉水墨力沐浴如 Magic 真是太神奇了 选择权Option魔术师 曾老师亲子领导 选择权攻击班 买方拼倍数机会 卖方赢时间价值 攻守兼倍 曾老师亲子领导 你也能成为选择权魔术师 攻击班报名专线 02-2578-3777 2578-3777 奶酪妹 QQ 红豆哥 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爱之味奶酪红豆 香Q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爱之味奶酪红豆 爱之味 行情来回震荡 做多也怕 做空也怕 做多 做空 心里老师七上八下 今天起 您不再七上八下 让曾老师来帮助您 救救您 990专案 救救您专案 让曾老师来救救您 请播 请播 02-2578-3777 2578-3777 碰碰碰 玩 盐回 第一 表演 听说 他 爱之价 把 边 公集班 买方拼倍数机会 卖方赢时间价值 攻守兼倍 曾老师亲自领导 你也能成为选择权魔术师 公集班报名专线 02-2578-3777 2578-3777 洗法就可以让你惊艳哦 心五六六洗入法乳 添加乳油木果油 润泽加倍 修护柳毛皂 5-6-SEXY 洗法就可以让你惊艳哦 五六六洗润法乳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那么赶紧来看一下选择权现在该怎么做 来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现货 这边拉近 现货今天来到多少 845点 今天大涨了112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权到底该怎么布局 昨天为各位介绍了 我们其实在昨天9月16号 我就告诉各位 时间就是禁止 9月第四周选择权 我们已经开始布局这样的策略 攻击班拉近 9月第四周选择权 卖方乐视策略 我们做了这个动作 同时也做了这个动作 直接告诉你 我们有去空买权 也有去空卖权 那这个点位都在这里 我先暂时不公开 不公开 要保证我们会员的权益 目的是要继续赢取这个时间价值 各位 这样做 今天大涨了 我怎么告诉会员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攻击班的 卖方乐视策略 目前部位 我们今天还是很安全 为什么安全 因为只要这个结算价的弱点 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把它遮起来 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 收到这一笔权利金 也就是利息的概念 等一下跟各位分析一下 什么叫利息的概念 时间就是金钱 我说我们的攻击班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想办法 再帮他们创造财富 每一天 你不要以为我没事干 那个时间就是金钱 行情就算不动 也能够赚到钱 你看这个老师高不高干 这个就是卖方的特色 那么我说的 这个历史概念是什么意思 上个礼拜 9月的选择权 我们布局了这样 空 790卖权18点 空 850的买权22点 我说这个可以赢到时间价值 怎么赢 你只要大概用2万块的资金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保证金 这个卖方是需要保证金的 这个保证金2万块 你就可以收取到大概40点 也就是大概2000块的权利金 前提是他的落点 是在790到8450之间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结算价 他刚好在哪里 昨天出来了 8318嘛 对不对 这个结算价昨天出来 他叫8318点 那是不是刚好落点在这个中间 是吗 很清楚吗 那落点在这中间之后 你2万块可以收到这2000块的利息 只花了5天的时间 各位 5天的时间有10%的利息 你认为这个利息好不好 我想绝对比银行好很多倍 绝对比银行好不到多少倍了 很难算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这里做100组的话 他叫200万 那这里就他就会变成20万 200万 然后可以收到20万的利息 时间他叫5天 5天的时间而已 收到20万的利息 200万 这个讲一句比较可爱俏皮一点的话 比高利贷还要高利贷 5天10% 各位搞不好这个地下钱庄 看到我这样做都想要来跟我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要这样 去讨债很辛苦 看到我这样做 竟然可以合法的收这样的利息 5天10% 搞不好都想来跟我 当然这是开玩笑 这开玩笑 200万20万5天的利息 那你说什么时候做买方 各位买方不是曾老师在吹牛 连续8把 老师这边才6把呢 对了 这边是123456 连续6把之外各位 第7把9月15号 我们去买了什么 8350的买权 20点买 刚好呢 9月15号翻倍 最高翻2.7倍 第7次翻倍 第8次翻倍 在结算当天就是昨天 我们利用选择权剩下没有什么时间价值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要请攻击班去做了这个卖权 一样买在20点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翻了2.15倍 这连双倍抓啊 翻倍翻到这个市场上啊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简直是选择权界里面的怎样 无敌天王 曾英杰 无敌天王 化水也坚弄啊 那产生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来 我今天还告诉会员 这个太离谱了 这全港大家都在销售我 近期因为曾老师选择权连续翻倍 太过多次啊 翻倍太多趟了 导致很像很多什么 这个地下头顾啊 再给我卖假讯息啊 再给我卖假讯息啊 我说这个地方请会员注意啊 只有亚洲头顾咧 才是我曾英杰本人 所亲自发送的讯息啊 这个选择权准到全市场都知道 上港有名声 下港有出名 稍微去探订一下 有在做选择权的 稍微去探订一下 我不怕你探订一下 各位 尊教有人在买我的假讯息 代表什么意思 曾英杰它就是名牌嘛 名牌才有人仿冒嘛 像LV有人在卖假货嘛 不要贪小失大 买到假信息完全没保障 完全没保障 各位 亚洲奇幻想救救你 伸出你的手 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 千万记得不要贪小失大 不要去买仿冒股 找到正牌货 你的财富才会有保障 该怎么做 中场时讯好好把握就可以了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您公司与所推荐ống 优先之后 您的事